自行车大厂巨大集团 9号才对外宣布说 全年营收创下历史记录 但是协力厂商 却爆出了巨大罕见发信 信中指出了 自行车市场崩解 库存之高 50年以来前所未见 这也引起市场的关注 而信件内容更提到了 从12月开始到明年3月 出货货款会依现行的票期制度 将展延45天 这也让供应链的厂商炸锅了 外界也议论纷纷 而巨大赶紧出面灭火 用书面声明强调 预计明年上半年 库存就可以逐步回归正常水位 而且巨大刚在11月 完成现金增资 营运资金正常 希望外界不要过度揣测